日月聚焦 星座话题 大家好 我是占星师苏菲亚 在节目开始之前 要请大家帮我们订阅频道 开启小铃铛 您的支持呢 是我们持续做好节目的动力哦 今天呢 我们要来跟大家玩一个测验 来看看 2021年过完新年之后呢 你的职场运势会如何 我现在眼前呢 有六张牌 我会建议大家可以呢 先闭上眼睛 然后深呼吸三次 让心情平静下来之后 再睁开眼睛 然后呢 依照你的直觉 从我右手边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六张牌当中选出一张牌 当然你可以参考两张牌 但是我还是会建议你 最好还是一张牌为主 大家选好了吗 我们要来揭晓答案咯 我们先把这六张牌呢 打开来看一下 好的 大家准备好了 我们来揭晓了 那么如果呢 你是在这一 二 三 四 五 六张牌里面 选到六号牌的朋友 恭喜你 你年后的职场运势超级好 超级旺好吗 恭喜恭喜哦 那么职场运势呢不但呢 在一过完年之后呢就有 赢在起跑点的气势 而且呢比较容易有升迁啦 转职啦 或得到贵人帮助的好机会 恭喜你哦 那么如果你的工作本身呢 是走在所谓流行趋势 或者是要跟当红潮流有关的话呢 那当然就更忘了 抽到这张牌的朋友 你唯一的开运方式就是要保持学习的动力 当然你的成功不只是因为你的能力好了哦 因为有贵人帮忙 所以维持谦虚的态度 好运才会长久 这张牌告诉你 六月二十号以前啊 都是你的好运期 同时呢 在五月十四号左右 可能会有一些环境的变化 帮助你更上一层楼哦 那么再来 我们第二名的朋友是抽到我们的四号牌 土星牌的朋友哦 基本上来讲啊 这张牌呢 并没有输给第一张牌太多 但是呢 它的成功速度比较慢 比较扎实 是稍微要辛苦有成的哦 那么如果你现在抽到这张牌呢 代表的是 可能最近呢 你会遇到一些阻碍或挑战 它会耽搁你的进度 或者是你被迫要改变做法哦 改变你的优先顺序 不过没有关系 只要你呢 锁定目标 持续努力 相信你的好运呢 也会很快的到来 特别是在 二月十八号之后 到五月二十三号之间 也是你可以把握的时期 另外呢 你的开用重点就是两个方式哦 第一个 如果你的事业是跟规模有关 比方说做生意的薄利多销 或是跟时间有关哦 那么这样子累积的方式就容易成功 第二个呢 是要有进入障碍 比方说呢 你的工作是需要有证照啦 要有一些代理权啦 或者是要有一种资本的 一个投入的状况 那当然你也容易呢 会比别人呢 跑在前面哦 所以恭喜你 再来我们看看 第三名的朋友 是抽到我们的第二张牌 金星牌 那么基本上抽到张牌的朋友呢 现在的运势啊 处于关关难过 关关过的现象 金星牌它呢 跟人际关系或财务是有相关的 所以代表它提醒你 是不是有一些人际关系的事情要处理 包括合作 拆伙 或者是交易 还是呢 可能有一些钱的事情 要布局啊 要规划的应用 你要好好的考虑考虑 当然 你身边有贵人 也有小人 怎么样的去做一些切割 或者是合作 还是要做一些妥协 都是你现在最重要的事情 抽到这张牌的朋友 在2月25号 到3月22号左右呢 会有转机哦 所以会建议 这一段时间可以好好把握 另外在开运的方式上 就会跟人际跟美学有关咯 比方说过年期间 我会建议你 在中午的12点到1点左右 你可以打电话拜年咯 或是真的现场拜年 或者是你的手机铃声 可以选择比较喜悦的啊 开心的声音 让它每天给你震动 另外相分 这种输压的方式 也能够帮你开启新的好运 再来呢 第4名的朋友呢 是抽到我们的 第一号牌 太阳牌 那么抽到太阳牌的朋友呢 它意味着呢 你现在很多的职场问题 是来自于自信心 比方说自信心不足啦 没有什么动力活力啦 或者是你觉得 怎么都没有人注意到你啦 或者是说 你很渴望 能够被大家称赞 所以你很在意别人的想法 所以你就会 绑手绑脚的哦 这张牌在告诉你 你要有自信 你要先拿回自信 那么同时 你不能老是期待别人要看好你 你要把你想要变成的样子 做出来给别人看到 好 那最简单的一个方式呢 我觉得呢 在开运上面来说 我们就可以利用 像是色彩啦 彩妆啦 服装的方式 让别人自然而然 注意到你的信心 你的气势 那当然念试 或是跟老板开会 这一点就很重要 另外呢 像女性朋友呢 我就会建议你的彩妆 特别是眼妆 还有我们的腮红的部分 你就要做好 因为好的气色 也会让人看起来 是有幸运的 有自信的感觉 那么如果你不想要 强调这些彩妆的部分 我们也可以运用一些 幸运色来帮助自己 在日常生活中呢 能够开运 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 这一边的一些资讯 供12星座呢 来参考你的幸运色彩 如果抽到这张牌 太阳牌的朋友 别忘了哦 在过年期间呢 好好休息跟准备 那么在3月20号以后 你的运势就会渐入佳境哦 那么我们来看看第五名呢 是我们的第五号牌的朋友 水星牌 抽到水星牌的朋友呢 你的脑筋很灵活 相发很多变 但是但是在目前的状况来看 会有一点小混乱 会容易呢有一种跟着别人想法跑来跑去 而不定的情形 所以我觉得在职场运势上面来讲 你不急着做新的事情 你要把现在的事情做好 或者把现在的问题处理好 那么在整个状况来看呢 在2月18号以后 水星逆行结束以后 你呢看事情 或者做选择会比较清楚 同时呢 在3月6号或是5月4号左右 前后左右的这个区间里 也会有一些契机出现 值得你好好把握 抽到水星牌的朋友呢 要记得啊 因为你有一点混乱 所以呢在日常生活上 我们要利用收纳 创造生活的秩序感 不管是居家环境 还是你的办公室 同时你的钱包里面 就不要塞太多什么发票啦 折价券啊 也会很混乱 另外更重要的是你的居家风水 如果呢从你的门口到玄关 你的鞋子呢一定要收纳好 或者收纳整齐 更重要的是不能有臭味 否则的话呢 很容易呢 会带来破财或是 招来麻烦的情形 我们把这些事情做好 我相信在选逆之后 你的运势会慢慢的有改善 甚至会更好哦 最后一张牌的 就是我们的三号牌 说到三号牌的朋友呢 千万不要灰心啊 代表你真的需要休息了 你累了吗 这张牌呢代表你现在的能量 是比较不稳定的 可能呢非常焦虑 紧张压抑 也可能呢 非常的愤怒 不平 或者是非常的生气 如果你的精力 没有放在真正有建设性的事情上 就很容易啊 有滥用勿用 或是过于不及的现象 所以我会建议你 抽到这张牌的话呢 一来你要好好休息 二来也许你可以透过像运动啦 或是呢利用年终大扫除的方式 来让自己的这个力量哦 重新得到一个整理跟修正 那同时呢 因为这张牌呢也显示出 你的运势上面的确常有一些挑战 那我们就要注意你的周遭环境 有没有这样的现象在提醒你哦 比方说呢 你可能发现你家有漏水啊 发霉啊 或者是墙壁军裂啊 或者是有一些状况出现 那么你就要开始好好的改善 特别是呢 在辛丑年牛年的胸方 胸方呢是在北方跟东南方 所以呢 如果你家在东南方或北方 有出现这些现象的话呢 你更要特别的小心 另外在你个人的物品上 我会建议你啊 要留意有没有破损 或者是有一种吞色 比较一些状况不良的东西啊 不要呢 在省钱或者是说舍不得咯 你就该换新了 因为人跟外在环境 是一个互动共振的现象 有一个新的气象 你的运势也会有更新的情形 以上呢 就是我们二月份的小测验 希望大家在过完年后 在职场上都能够更为顺心 我是苏菲亚 我们下个月再见 再见 字幕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